我会给你们看看这个 我们到了黎米尼 因为我在车上睡了一觉 所以没有在路上给大家录 给大家看看这个牛逼的电梯 人家对面开门算什么 这个人们两面开门 看着 快快去看一看 对 来来来 我们来见证一下 这个黎米尼海景包 我操怎么看来着 操哪 操一下 是320吗 这里洗得这么清楚 就是320吗 厉害 厉害 智障 海景房怎么样 床是真的挺海景的 你看一眼 酒店还是一杯钱一份货 你看看说好的海景房 海景在哪里 起床 我从自己起床 一定要给你们看看 这个双面开门的 独特顺利农村人 你们引以远远的 看到我今天的传达 和米哥的传达 你看 两边开门 是不是很牛逼 我觉得是中纪 一次见到这样子的电梯 两边开门 我们刚刚还在怀念 威尼斯430的酒店两天 然后现在变成83两天的酒店 果然落差很大 真的很不一样 关于威尼斯的魔法攻击 天气的魔法攻击 湿度极高 然后我的风湿病都犯了 就是真的 今天我 literally走 大概早上走了一会儿 我的膝盖又疼得不得了 膝盖 风湿病哪来的 就是我第一次 要来意大利滑雪的前五天 在学校里面 日本人 就人家也真的 也嬉笑打闹 在后面推了我一把 然后我左腿膝盖先着地 然后没有断 其实没有骨折 然后也没有断 就没有什么 我估计就是拧着筋了 但是走不动路 真的没法走路 就是瘸的 我去找那个孝医 中国所有的孝医都一个尿性 什么病都好 你去找孝医 然后当时我说 他给我吃那个 然后再给我吃一个什么 其他 Pankiller之类的药吧 因为我当时是 360度 无死角 膝盖痛嘛 然后 他就拿 拿了一盒 那个cream 给我 就说 然后还拿了 一捆 那个绷带给我 就说我每一天 就自己 涂cream 然后呢 再去绑 那个绷带 他那个绷带基本上是没有弹性的 就是打在你的膝盖上 因为我当时伸不直 我当时的弯度 就差不多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那绷带一打 他就直了 然后他直了之后呢 我说我走不动路 他就说 you need to use to it 然后我又去问学校说 skit trip报了 能不能取消 不能取消 说这个不是不可抗力因素 不可以取消的 后来我还是去了 然后加上呢 分道的教练又很野啊 上午才刚滑 上午才刚学刹车 下午就上黑道 所以我在雪山上那几天 也是一直摔 一直摔 我的膝盖就反复暴击 反复暴击 就是人嘛 肯定会有这种磕磕碰碰的 我当时能理解这种教育方式了 但是有时候真的好夸张 我今天在跟别人就是在聊 就跟别人在微信上聊 我的在英国上高中的经历 我说只能说 我能存活到现在 是我自己命大了 但是的确 我觉得很开心 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觉得我的技能像 真的是完全满分的 我是真的对自己 这方面是很自信的 但是真的 身体就是真的不太好 就是磕磕碰碰 这个那个多优多病神 还真的是蛮严重的 我原来是Hockey队的嘛 Hockey校队的 我之前摔的 也不是摔断手 就把这个右手的肘子给摔了一脚 在国内摔了一脚 摔得脱臼了 然后甩回去 当时这个手就不太能使得上劲 然后我跟老师说 我的手脱臼了 要不然这个学期就不打了吧 他就说比赛 不会因为你的手脱臼了 就不用再打的 所以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后来打来打去我的手 我的这个肘关节 就一直不太好 特别容易拧到 讲完了这两个呢 我再讲我的腰 因为我以前打那个 我也是校队打网球的嘛 我在国内的教练 就一直没有教我 就他一直嫌我力气不够大 就没有教我发球 说我要打得足够好 才能教我开球 因为我的开球机到现在都还是很弱的 但是老师不顾 就我们学校的教练没有管这么多 他说你要去打比赛 你不可能不发球的 所以要强行教我发球 然后力气又真的不够 然后经常打呀打呀打呀打 然后我的背就经常受伤 还有就是老寒腿 老寒腿这个就更好说了 我们无论是打hockey 还是打那个tennis 我们都只能穿短裙 我们training的时候 可以穿那种tracksuit长裤 但是我们要打比赛的话 就一定是穿短裙的 我感觉总是马力都没有那种很大的景点 就是说你要一定要看或者怎么样的 让爸爸起来好了 中华人民站起来了 为什么起不来 中华人民站起来了 我的妈 起床 起床 好帅我忘记戴墨镜了 谁能想到还能有冬天哪有这样子的太阳 我跟米哥现在在上玛丽诺 好帅我忘记戴墨镜了 所以我插着耳机干嘛 我 那里乳冠 乳冠 乳冠 emogration吗 今天你也可以扶住 哎 我还没 哦哦不是完全做一题 我们做一题吧 好的 谁的猫 我跟米哥来到圣玛丽诺 就是感觉还是挺挺神奇的 意大利笑 我看了这个公园 他们就说一出带 一定是来跟这个地方 就是小小一个 意大利居然有两个国中国 这次两个国中国其实我们都会去 哦 现在站到另外一个地方好暖啊 我就喜欢这种太阳晒流的感觉 我会跟他们走 我好像红领巾的 你看我带着一个围巾 还有一个绿绿的衣服 一会没人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走 我们跟他们走 好的 不用做攻略了 不用做攻略就跟人家走 因为我们两个经常就是在到一个地方 当晚来做攻略 但是昨天我们两个死肥猪困的要死 直接就睡了 我还看了会视频在睡 他就直接睡了 趁麻 我去早去早起OK 啊 这个警察好帅啊 偷偷的把他路过来了 不然我们把这次的旅程叫做 发现帅哥Discovery Channel 我觉得上马一路看起来就 非常像我印象中的欧洲 但是呢 那个意大利总体看起来 就跟我印象中的欧洲差的有那么一丢丢的远 那我现在开始往上走 对 就一路往上走 走到最山顶好像就是观景台了 我在持续逆光 不要不要介意啊 很难吃 很难吃 看着 真的我感觉衣服虽然穿的少 但是带了一条围巾 一切都不一样了 带了这 哇哇这个不是 给你们看 Tick不是也有这种东西吗 那小店里面有 哎呀好可爱啊 我要进去看 上马利诺真好看 有个小的集市 其实也不是什么景 就感觉有各种 满脑吃吃喝喝啊 冰箱贴啊这样子 看 哎 低超 低超才看得到 还有滑冰 等一下有个滑冰场 这墙真的好好看呀 你不喜欢滑冰啊 我喜欢滑雪 我不喜欢滑冰 为什么 你有在北京颐和园滑过冰吗 冬天吗 有啊 是的 我滑过那一次之后 我再也不想 你甩死了吗 不是甩死了 它是有 刚好湖中间有个地方冰很薄 然后呢 然后一群野 一群熊孩子 不知道在干嘛 就滑冰撞我一下 搞到我一条腿陷进去了 就是 我刹车刹不住 然后 一条腿滑过去踩破 就也不是没有破 就没有 没有说完全整个人会掉下去那一种 那是磕到了 磕了吗 就没有磕到水的身上 那是很可怕好吗 鞋子那么重 被熊孩子推一堆 搞到后来我就很讨厌滑冰 然后 我后来滑冰都是去万象城滑的 万象城楼上50块钱一次 现在不知道涨价没有 我要去看外套 我都没求人家 没事你穿半头 摆造型 求你赶快摆 半身啊 你喝 快点摆 你只要照天吗 照得到 快点摆 你没什么姿势啊 你没什么姿势啊 好了 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景 我特别想唱一首歌 什么歌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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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已经被滑雪灼伤过一次了 我不想因为戴裂质墨镜再上一次 不好的墨镜 并不会比不戴墨镜更好 所以为什么我墨镜多 而且我一般都是买牌子的墨镜 衣服我可以下几把买 墨镜我从来不下几把买 就是一个好的墨镜 它的镜片很讲究 其实墨镜贵的是镜片 不是镜框 这一段时间都算是Christmas 这也是比比枪吗 是的 这家店好酷哦 鼻子还是蛮想玩射击的 但是好像无论意大利还是英国 都是都好像就是拐枪 管得很严 我知道英国是有猎枪许可 但是这种像气弹枪BB枪这种也是 之前我不知道 我朋友在英国哪个地方买了 他们当时拍那个照片好帅啊 他们拍了一组照片 就是拿那个 因为英国街头不能玩滴枪嘛 误伤 然后 不用了吧 那谢谢 帮我静鞋带 放哪 你就放这里我帮你看着 然后 当时是 他们拍了一组照片是 某一星我还差一眼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Call of Duty 好帅啊 主要是那里哪个男生长得还不错 我是很少在景点拍照 好像我跟你在景点拍过一次 是在伦敦演 那是我唯一一次去伦敦演拍的拍照的 我们可以就外面拍吗 应该可以吧 诶 你看 好可爱的树 旁边上去 你要拍哪里 我站在那里给我拍一张 好的 我就在这里给你拍吧 好 白姿势开始半生了 这里 好了吗 反正你就想想是多少 可以了呗 可以了呗 好吧 其实这马力哥就是给你看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跟米哥酒足饭吧 然后今天算是我们最正的吃饭最便宜的一顿了吧 我们去那个 Guata Guata Gua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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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silica del Santo 什么东西 Vasilica del Santo 虽然不懂它什么意思 好歹我们 讲得了 我给你讲 这几天 这几天听着米哥 用 用英文吧 是这里 你要去哪 巴斯利塔 对巴斯利塔 是这里 有一个 Mucio del Celle 还有一个 Mucio Curiosita 诶 我们去那个Mucio del Curiosita 吧 这里上去 我要挡住这太阳不然拍得很难看 要不一起 可以冲回去光剑 面黄 面黄 鸡不瘦 面黄练肥 面黄练肥 面黄鸡不瘦 为什么玛丽奥这边 什么玛丽奥 那个 是玛丽奥这边这么多这样子的小玩具店啊 有枪有车 等会会不会有什么Sex Shop 跟Sex Shop多了 跟Sex Shop多了 有名的 有名的 Arosal 哇 这个里面好好看 像你好看 像你好看 但是很好看 它那个墙面做的很好看 太好了 你爸爸我 是有职业素养的 素养这不是我的职业 但是是我家里的职业 我觉得我要把这个 主视频的名字改一下 马哥米哥BBB 我 人家的旅行Vlog寄稿的 MGMGBBB MGMGBB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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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学期 刚刚学的 artistry 就free your sick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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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哥 米哥整天要排下莫名其妙的 MGMGMBBB 又开始了 去 马上给我去 好够了 重新录一个 知道了去 准备 摆姿势 淘宝 你这样做淘宝摩托是不可格的 不行 太慢了动作 人家一秒一个 其实 像马利诺也没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花一个半天一天就可以了 像我们是几点来的 我记得好像到的时候 到的时候 十一点左右 十一点半左右到的 然后现在才一点多吧 嗯 才一点多 基本上就已经逛完了 这个国中国非常的小 或者说有些地方我没有玩到 嗯 好晒 啊好暖 所以呢 我觉得 琳米尼我们安排两天 其实有一点点多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来琳米尼 然后玩琳米尼加上摄马利诺的话 嗯 一天吧 就稍微赶一点的一天 或者稍微紧 就是 就是 呃一天半 好漂亮 没法抽烟 只能先给手机 先给我的火机充充电 哈哈 五分钟应该就够点我这个年了吧 supposed to be a ocean view room where the fuck is my ocean 谁啊 唉 我跟米格基这两天一直在抱怨 所以我们本来是有海景房住的 因为我们订的时候就是 呃说是 partially 嗯 ocean view 然后我觉得 趴树里挺好的呀 我又不需要整个海景 那我真的是不要说海了 我连沙滩都看不到 啊 但是还好了 有一个阳台的话 允许我在外面抽一下烟 虽然说夜那里管室内空烟没有那么严格 但是米格就是不能闻烟味 所以我还是会避开他抽烟的 我是一个很有素质的人 虽然我很冷 发发银银银 今天这高光真的是满份 就是这么黑的时候 还能反个全脸 反个光给大家看 跟朋友出来旅游真的很好玩 因为朋友善于发现我的丑 而我善于发现别人的美 那我发现别人的美的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疯狂蹲地给他们拍照 有机会我可以给你看看 我帮那些朋友们拍的照 以及我拍照式的姿势